大家好,我是Andy,今天又和大家跟進市場走勢 首先看看黃金線,這是黃金日線圖 所以我看到黃金線圖是藏在3MA的下方 曾經有個反彈,但只不過是普通的反彈,最後也是看收視為盡 所以這個數法仍然是對黃金線圖有希望 即是這裡是A,前面的A,B C會分為5拍,1,2,3,4,5,這樣上 這是比較樂觀的看法 雖然是樂觀,但也要回到大概這些位置 之後才可以上去 比較悲觀的看法就是,因為這個位置比前面的頂 高一點點,所以如果這一塊反彈的話 現在是向下數5個浪 即是1,1是很大的機會跌穿這個位置 如果是向下跌5個浪 即是1,然後跌穿這個位置後應該會有反彈 即是2,然後是3,4,5,這樣下跌 然後是3,4,5,這樣下跌 這個數法就比較坦 所以暫時呢,就只需要看著這個3MA 站不穩在上面,應該會留在這個位置 第一個,樂觀應該會留在這個位置 在這裡看到,這個是8小詞圖 接下來可能會落得比較急 因為這個C浪 這個基本級2浪是分A,B,C去做 A,B,C去做 A在這裡做了,B在這裡做了 而C就分為1,2,3,4三分 filled 那3滑1,2,1,2,1,2 看看大概下跌要好,這 G的形象佔應該可 souvent 所以呢,要摸起 Martscreen 這個平台浪,就是ABC的平台浪,未必是1比1 如果是急跌的話,可能是1.618也不定 所以這個平台就過來了只有1.618的 mates 地位但支出這邊數據,距離是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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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離是3,4,34,345 Eik 就會差點� включ入了數據 所以短線可以用指洩位置,看看放在哪裏 如果在高位置沽了128多,127多的朋友 其實都可以把指讚位置不停向下移 現在看看哪些位置比較穩陣 當然這個位置最穩陣 其次是這個位置 那就是1256和1248 1256和1248 角勢向下的話,這兩個位置暫時不會升穩 所以最適合的就是指示位置 看一看道指,道指看到日線圖 還是有機會三落未出現 MACD之前畫的這個 就是指示位置暫時會有機會結束 所以也要留意這個位置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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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另一看道指示位置暫時會有機會結束 另一看道指示位置暫時會有機會結束 而是指示位置暫時會有機會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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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時期這點是指示位置暫時會有機會結束 看日线图 看到现在的三浪应该还未完成 这里是中型级的三浪 中型级的三浪 中型级的三浪 就是分成1,2,3,4,5 现在处于四浪 转为五浪的位置 小型级的四浪 转为五浪的位置 那现在呢 为什么昨天 会突然转掉呢? 有一件事不要忘了 就是 即使四浪真的完整 看看小时图 即使四浪 即使五,三,五 即使四浪 即使五浪 仍然是 这个五浪 小型级五浪 仍然会由五个子浪 组成 即是一,二,三,四,五 所以昨天 就是刚刚出现了一浪 这个小型级的一浪 看到一,二,三,四,五 这样出现了 所以昨天先升后跌 就是因为 小型级的一浪 完成了 一,二,三,四,五 所以就由升 到一边就出现 小型级的二浪 可以在 这之一 15分钟图 可以降下 第15分钟图 可以降下 最坏的情况 就是 这点是 剩下 最坏的情况 是这是一种反弹 雖然不像,因為應該有五個子浪 但不排除有機會數錯浪,所以要注意 究竟會不會是一個W,四浪是稍後才完成 這是X,然後再跌一會,Y才完成 這是比較次選,主要看法是五浪已經開始 因此,四浪的最低點升到五浪的一子浪 15分鐘圖用了55之軸 三浪的位置會有34之軸 這些時間比例都做得比較好 四浪在這些位置完成 1浪,2浪,3浪,4浪,5浪 所以他做了小級的一浪 那意思是,先用55之軸 就有機會調整回到八十九這個位置 即是二浪呢 小級二浪有機會在這些位置完成 除非他突然升到這個位置 除非他突然升到這個位置 看到這個位置跌破了 跌破了 即是這裡有一個A,B,C 這樣的一個調整在這裡 這個A,B,C一定要升到B 才有機會向上升到三浪 所以,其實也做得很漂亮 這個五浪內的一子浪 時間上也做得很漂亮 其次也是可以用Fibonacci抗戰線去搭回 用Fibonacci抗戰線去搭回 1浪的波幅 放回四浪的腳 其實就看到是很漂亮的 做了1比1 即是1浪 即是1浪 和5浪 是1比1的比例 即是這裡也有很大機會 是5個子浪 1,2,3,4,5,0 看一看IG 我們用IG的圖片比較漂亮 我用IG的圖片是因為 它是24小時的開市 這樣就比較連貫 圖片的走勢比較連貫 陰陽燭 在這裡看到的圖片也比較漂亮 現在外圍就是 這個2浪 即是剛才所說的小級 在這裡用的圖片是不同的 但也是一樣的 就是5浪開始了 1,2,3,4,5 即是現在正在調整 現在正在調整 現在正在調整到0.618 調整了38.2% 現在正在調整 0.618 看見到是很支持 那 迷緊如果能夠把5-8ma 做到金差 即是站穩8ma 即是三浪 有機會開始 這個5浪裡的三子浪 就有機會開始 所以 認識了波浪 其實 可以很準確 即是有機會 很準確地找到一些 時間轉折位 無論是比例或者 時間上 找到一些轉折位 去做交易 是非常有幫助的 好 那 就說一下英鎊 英鎊這個日線圖 昨天上一段影片 提到 站穩3ma 那 如果再站穩5ma 才有機會反彈 看到 下一隻竹是陰竹 也沒有站穩5ma 所以 就沒有機會反彈 就是這樣 交易的一些訊號 那 你說 有沒有機會 可以直接知道 它是會落 而不需要 留意一些訊號 才有動作 其實也可以的 但可能要花費的時間 用心去做分析 就可能留意一些 如果看上去 基本上就不用怎麼分析 可能幾分鐘就可以知道 做到分析和策略 但是 如果 是 要分析 這支是會收什麼竹 會反彈到什麼位 然後會不會 回吐下來 然後會不會跌穿 整個結論 如果要找出來 其實是要花大量的時間 可能 一個小時 差不多 如果 不符合成本效益 因為時間也是成本 所以 反而 看一些訊號 比較容易 比較容易 符合成本效益 比較容易 那 為什麼會跌穿這個位置呢 其實 上一段影片也說過 不是上一段影片 應該是上兩段影片 應該是 都是說有關 有說過英防 那 連線圖的時間 周期 應該 今年 反彈 看到有 陽燭 又收了上下 影線 所以今年 也比較反覆 最後 可能 能夠收到陽燭 也不一定 那 看到 最高位 跌下去 所以 A浪 用了三年 所以 C浪 是 上次說過的 A 用了三年 C 是 1.8倍 用了五年 而 C 只不過是 1 2 3 4 那 明年 很大機會 也會破底 明年 有機會 是 明年 才會出現 最低位 所以 今年 可能 反彈 也可能 已經反彈了 那 看看 半年 現在 6月 尾 已經差不多 準備 去下半年 出一支 半年 線 粥 那 會怎麼走呢 會怎麼走呢 都 猜 沒什麼意思 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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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 就是 猜 猜 如果要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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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1,2,3,4,即是下一季有機會先揚猴音 下一季,即是... 也很難說,因為不知道這個四浪能夠維持多久 可能要去周線圖,或者線圖再看才知道 主要看到是1,2,3,4,即是怎樣最後也有個5呢? 是破今年的底位 差在會不會是下年才出這個5呢? 或者是下年才出完這個5呢? 今年會出一部份呢? 這個也可能要看月線圖,或者周線圖 周線圖,因為跌,就是出等死叉 金叉,反彈,上水線位置 之後呢,即是反彈已經完成了 反彈完成就會出等死叉 開始就可能會急跌 對,暫時會跟進入信號組 對,那一線圖看到呢? 這是今年的最低位 所以反彈是A,B,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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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C 看出來有1,3,5,3,5 所以應該會跌得比較久 留意現在的走勢,看看會不會有Leadender的路 即是在做4,對,向下跌的4,這是3,3,4,然後會跌回5 看看這裡會不會是1,2,3,4,5 做了1,做了5的1子浪,然後會有一點反彈 A,B,C,然後才會再1,2,3,4,5 然後做了3,然後4,5 然後做完整個5浪的跌浪 所以接下來如果有反彈,後來又再穿這些位置 那也不用怕,那也可能是2,4 但長線直至下年都是看淡 好,那再說一說原油 原油已經跌到1.618的位置 就在這裡,1,2,3 其實也很堅固,洗都很淡 那現在這些位置可以有什麼做呢? 可以分享一下一些策略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由頭到尾,其實3MA也沒有站穩過 其實這件事就不用怕了 那當然現在去到這些位置 其實已經是1.618的位置 如果是1.618的位置 我們可以去到15分鐘的圖 比如說15分鐘的圖 1.618應該是 1.618應該是這些位置 大概是這些位置 其實去到那些位置 其實去到那些位置 就可以把移動指賺位移到下面 因為1.618應該是 有時候也不可以看笑 本來可能那些指賺位是這些位置 可能去到那些位置 可能去到那些位置 1.618的位置 就會把那個 指賺位移到這些位置 看到它再跌穿 再反彈再跌穿 就會去到這個位置 最後真的真的升穿 那就是指賺了 那就是指賺了 指賺了之後 你可以吃了這個ABC 也可以 或者是等它這個ABC 那個B再跌穿 然後再做 因為這個位置一跌穿 其實 就是去到哪個位置 因為這也不確定 再跌穿 3ABC 又再跌穿 那一天它跌穿 那3ABC 它一天 都會 下一隻竹 都會繼續突破 這個是很常見的 一些陰陽竹的走勢 另外就是 例如上一段影片都可以计算時間周期,最低位是明天才可以计算最低位 所以這些時間周期,最適合一些懶人使用,例如计算時間周期的位置後,例如這些位置 因此,你可能逾10天,也不必看電視也沒問題,只要設置置置置位,所以不理會 因為你大概會知道,這個籃籃可以多下十多天 另外有些心會更低,因為你會知道,還有希望 策略上可以幫你做到很多事情,例如時間周期或移動平均線 現在也要留意著,它依然沒有收回3MA上 但它曾經撞3MA升穿過這個位置,這些都是一些很重要的阻力位 例如這個位置,最高位置45.03,小時圖,最高位置45.03 這些位置可以做移動指站位,或是剛剛才進場的指示位 可以在這些位置做一些操作,例如跌進去跌穿 一跌穿這個位置,將這個位置移動指站位變成這個位置 一天不升穿這個位置,也可以看明天的走勢 因為日線圖也提及到,時間周期 有機會是有機會轉小,或者做一些反彈 另一個位置就是,六個交易日後 就是這樣,這個右交易日後 好,這段影片就錄到這裡 喜歡的可以按讚,還未同的頻道可以訂閱 或者可以分享給朋友觀看也可以,我們下一條影片見 然後,按讚 拍這個影片